左派就是要用學校來扭曲我們小孩 而且這個議程是非常明顯的 從1960年代開始到現在 不只是美國全世界接受左派文化教育的國家 都不斷地被這個樣子的東西洗腦 這些國家都變得品德敗壞 無恥而且自以為義 自以為這些東西是開放、自由、平等、民主 一直以來的說法就是 你們這些宗教書籍不可以出現在公立學校 這些代表了老舊、破碎、被控制的傳統 特別是基督教 都是壓迫跟控制 讓人覺得自己羞恥 你們這些人如果真的這麼腦殘 想要信什麼基督教的話 隨便你們去你們的教會 在你們自己家裡面 你們自己的宗教建立的私立學校 你們自己去你們的宗教自由就好 不要讓我們看到你們的宗教好噁心 千萬不要讓社會看到 然後很多保守派的人、右派的人 基督徒就妥協了 認為說這說的很有道理對不對 我們的宗教是我們的事 我們的價值觀是我們的事 我們做好自己就好 結果現在證明了 他們說的全部都是假的 他們要把我們的價值觀推出學校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小孩身上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驅逐我們 到我們自己的圈子裡面 然後慢慢的縮小那個圈子 跟希特爾當時對猶太人一樣 我們沒有刻意要把他們隔離 把猶太人隔離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安全區 讓他們在那個區域裡面 自由的做猶太人 之後這個安全區就被圍起來 越來越小 放到火車上 送到集中營 送到毒氣室 現在情形也是一樣 如果你不同意同性戀平權 婚姻平權 變性人特權的話 那你們就去你們自己的地方就好了 對不對 很多共和黨的人都接受了這一點 就連我之前也是這個樣子想的 同性戀如果要結婚的話 就讓他們結婚就好啦 但是後來我知道 當他們把婚姻家庭 這些東西全部扭曲成人權的時候 當人權變成一個政治武器 跟政治術語之後 人權、婚姻、家庭 就完全失去了原本的意義跟神聖心 就可以隨便的被左派扭曲成 他們要的政治方向 他們現在可以大要大白的 進入你的教會說 你們不能教導這些啊 既然同婚、變性、無差別性行為 都是人權的話 那你們教導的聖經 你們的宗教 你們的信仰 就是在違反人權 那麼我們把你們關起來 也是理所當然的啊 因為你們反人權啊 就在同時 我們的拜登總統夫人 第一夫人上節目說 我們做這一切 都是為了自由啊 我們應該要管理什麼書籍 應該在學校 以及什麼書籍 不應該在學校 Libraries and what their kids are being taught where's the line in your opinion with how much of a say parents should have when it comes to what their kids are learning in school well i think with the pandemic parents saw how hard teachers work and how difficult this job really is and i think if they work together in their school districts and decide what they want with their curriculum is there a balance between you know this book should be in the library this book all 那幾句話才是重點 其他的好像就是 因為這整個聽起來好像 民主黨是很自由的 好像保守派才是在這邊說 這些書不能在學校 那些書不能在學校 那些書不能在學校 之類的 但其實所有的取消文化 禁書 在亞馬遜不能賣有關於聖經 對於跨紅族的教導 各方面的 全部都是 左派在做的事情 我們的影片在Facebook上 在YouTube上不能被推送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左派的政策方向 因為他們有權利 這個樣子做 因為這些大公司 校董會 州議會 工會 全部都掌握著 這麼做的權利 他們說的很直接 他說 所有的書籍都應該在 關 在這裡可以想像一下 所有的書籍都應該在學校裡嗎 他們那個影片裡面 好像就住在一個 小學的圖書館裡面 說 所有的書都應該在學校圖書館 那之前的什麼兒童不移啊 那些書也都應該在裡面嗎 那些色情 暴力 種族歧視也都該在學校裡面嗎 他們想要這麼做 只有一些書是不該在學校裡的 那就是基督教的書籍 很多人在說你們基督徒 憑什麼認為你們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信仰 為什麼你們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 光在這個裡面 你就可以看出來 你就可以聽出來了 你可以去任何一間小學 找找看有關於信仰的書籍 你可以找到佛教的 印度教的 伊斯蘭教的 摩門教的 但是你們找不到任何一本 關於基督教的 關於耶穌甚至猶太教的書籍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信仰 對於左派是無傷大雅的 其他的信仰跟道德觀 是可以被扭曲來符合他們的議程的 其他的信仰代表著多元 放縱不用負責 其他信仰書籍都是人寫的 只有基督教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要變得更有責任 我們要變得更好 我們要認罪 我們要悔改 我們的自由是神給我們的 不是政府 不是政治人物 我們的生命是屬於神的 他們害怕的是我們的神 他們害怕的是基督教 耶穌基督的教導 他們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們的敵人是誰 但是很多基督徒 卻完全不懂這個道理 臭曉得更多的 他們很討論 我沒有記錄 你們可以學習的 我們會為聰明 黑魯 柔名聲 我們會看